这个配方我不应该分享的 嗯 我居然做出美真香的味道 美真香 1933年就创立的饮食品牌 可以说是肉朴界中的嚼嚼 我真的太喜欢吃了 无奈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油点 所以卑鄙侠这段时间翻阅了很多的配方 并且也尝试和改良过它调味料的用量 最终今天这个版本 别问那么多收藏就对了 腌自一夜的猪肉平铺在锡纸上 你可以借用保鲜膜和擀面这样的帮助 想象成底的肚男 想要多瓶就脸多瓶 最后撕开保鲜膜送进烤箱 是不是很简单 烤箱又热先设定18分钟 剩下5分钟的时候呢 我们就将它拿出来 撕开背面的锡纸 然后刷上一层没有兑水的蜂蜜 再撒上一层白芝麻 说真的 如果你们在现场就会闻到空气中 散发着烤肉的香味 混合着胡椒和蜜糖的芬范 隐约中 我仿佛置身在张仪机场的美珍鲜店铺 着急地等待着付款 好想先吃一口 果然 自己辛辛苦苦做的都舍不得吃 我先来块煸饺料吧 为什么连煸饺料都这么好吃 妈呀 得音